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教务长陈永生 那很高兴我们今天持续两个校区共同来举办学术传承之路 我们在两个校区都有会议室 让大家可以实地连线的参与 在阳明校区这边参与这一次的座谈的老师 包括护理学院胡慧兰胡老师 以及生命科学院维眠所的许嘉玲 许老师 好 我们今天的流程是这样 主持人及语谈人都介绍完毕以后 我们会稍微做一点主题的探讨 这个学生学位论文特别是跟指导老师的关系 其实中央部会也就是教育部或国科会 以及本校都有非常多的规范 那我就大概的带大家导读一下 然后还有与学生相关的一些规范清单 那只是做一些重要的提醒 例如说在教育部的专科以上学校 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原则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他说对所发表著作具有实质贡献 使得列明为作者 这个是国际通用的一个准则 也就是说最后研究成果发表的时候 上面列明的作者都必须对他有实质贡献 但是这边洪次讲的 教育部特别提醒的 学生学位论文之部分或全部为其他发表 学生因为作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学位论文的成果 全部拿来作为一篇或者部分的 拿来发表的时候 学生一定要是作者 他这边并没有说是第几作者 或者说是不是Single Author 唯一作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哲老师要挂阿明的话 他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说 他是一定要怎么挂 这个完全要看贡献度 那另外一个是今年六月 国科会的研究计划 涉及学生学位论文之学术伦理 参考指引的 这里面有讲 你的申请计划书 要涉及学位论文的资讯要揭露 然后也要揭露你的成果报告 跟学生论文的资讯 然后著作内容 涉及学生学位论文的话 一定要符合发表著作的列明原则 也就是说他真的有实质贡献 他不是只是帮你很小小的贡献 比如说只是可能帮你发了两份问卷 或填了一份问卷 这种可能不用 然后揭露学生参与国科会研究计划的资讯 它里面还蛮详细的 大家可以只要打到这个指引的话 大概都可以看到 在下一页是 还有一个学术伦理研究的规范 他有讲出来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共同作者 然后他有些原则和责任 比如说共同作者应该对这个等等等等等等 他使得列明作者 他这边只是有一些举例 这个如 如构思设计 数据收集及处理 数据分析及解释 论文撰写 使得列明 这些都是所谓一个论文的重要的部分 这里应该不是end 这个不是每一个部分都一定要做到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许有机会再看一下国际上的规范 也就是说只要在这几项 如这些里面 有做到一项或者多项的话 其实就可以列明作者 然后还有一个责任归属 就是说他有贡献 可是不值得拿来作为共同作者的话 他可以列在致谢 或者叫做声明 你其他贡献人员 比如说技术资源 技术操作 模拟平台 资料库等等的话 你就把它列在致谢中 这个是国际惯用的一个基本作者列明的原则 那下面这个是本校有一个重要的规范 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著作会编织学位论文 因行注意事项 这个教务长就麻烦您来解释一下 那我想整个学轮 不管是学生的论文 或者是我们提计划书发表的paper 整个学轮的事情 那有一点蛮重要的 就是说清楚讲明白 同时我们先前应该大概也都注意到 我们会希望学生在 submit他的学位论文的时候 能够进行相似度的比对 利用工具进行跟既有的一些文献的相似度比对 比对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博士班的这个学生 大部分都会要求有论文发表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此他在举行论文口试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学生的博士论文 那甚至于有一些数损人也有同样的状况 就是会跟自己所发表的期刊或者是会议的论文 有高度的相关性 那就引起了学生很多的恐慌 那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时候 是不是要整个改写 然后以避免相似度过高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因此呢 周副校长就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恐慌 那我们把明确的规定把它做好来 那因此就规范了这个所谓 著作汇编之学位论文 那也就是说同学的学位论文 是由许多已经发表的一些著作来组成的话 那该有什么样子的规范 那这个规范呢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说清楚讲明白 那学生在举行说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 那就很清楚的来宣告说 我的论文里面的哪一些部分 是已经发表的文章 特别是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 如果是还有跟自己实验室啊 或者是其他的合作的伙伴 来一起共同发表的话 那谁是负责哪个部分 那都讲得很清楚 让口试委员可以确定知道说 OK 你现在在你的论文口试里面 你的论文里面呢 哪一些是你做的 哪一些是别人做的 那你所发表的哪一些东西 那都很清楚的 然后他们觉得你所做的部分 值得一个博士或硕士论文的话 那他们都同意了 那就没有问题 因此这个著作汇编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该怎么做 把它清楚的规范下来 那就避免了学生的论文 因为自我相似很高 然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是简短的说明 那这是一个流程 那因此在一开始就学期间 然后我们这个在说博士论文的研究期间呢 师生要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所发表的一些形式 那是不是有要求要把这些我的说博士论文 要先做一些发表在期刊或者是会议论文上面 同时要填写这个TPP采论同意书 这个TPP就是 Thesis by Publication 我们的著作汇编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到我要举行考试之前 那我要填写这些著作的共同作者贡献声明书 里面就是我放到我的论文里面相关的每一篇paper 那它有哪一些共同作者 那各自贡献是什么 那同时要取得这些所有共同作者的签名 那除此之外也要去产制原创性比对 也就是相似度的比对报告书 那在学位考试期间 这些资料都要提供给学位考试委员来进行评审 所以也许你的论文相似度是例如说高达80 但是呢都是跟我所发表的paper有相关 而且呢我自己的贡献也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有的共同作者也都同意了 口试委员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声明书来去做评断 那学位考试结束之后呢 那我们要把这个定稿的论文的内容 要再次完成原创性的比对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通常在口试之前 特别是硕士论文 大家佼佼的论文出稿 都非常的出稿 那甚至于可能就是非常简略的说明而已 因此在定稿的时候 我们要再做一次相似度的比对 以及把这个比对声明书 要送交指导教授确认 那之后整个都完成了 再来启动离校手续 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通通都讲清楚说明白 我的论文哪一个部分已经发表了 那这个发表的内容哪些是我的贡献 给口试委员来去做评断这样就可以了 好谢谢教务长说明 简单讲就是 其实在生医跟理工的领域中 这种所谓的TBP的论文已经行之有年了 但是我们在全世界大概只有英国跟澳洲 有明确的规范 那台湾都完全没有规范 乃至于造成很多有领域认知 还有个别审查委员的认知上的差异 为了让这种论文完全legitimate 我们就接受这种format的论文的话 我说我们就做了一个阴行注意事项 其实这也是帮老师跟学生都某种程度 我不能说解套 只是说他可以采行这种论文方式 那这种论文方式 其实在社会科学现在也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都有毕业前要发表的要求 那这个刚才教务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杨明焦大承认了这种论文的存在 但是他是在很多执行过程中 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举例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领域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赞成 也有的论文是一本manograph 它就是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将来毕业了以后就拿去发表 可能成为一个专书或者成为一篇论文 有些领域像文学或者哲学历史 特别是走这种法律的这种 通常是像这种情势 那也有就是很多期刊论文 结极成册 但是如果结极成册的论文 只有你跟你的advisor的话 通常都不构成问题 问题是现在在这个跨领域的研究上 其实还有其他的共同作者 这共同作者就像刚刚教务长讲的 他可能是你同学 学长姐或学弟妹 甚至是其他学校的老师 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都知道你把这篇论文 变成你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吗 他们都同意吗 那这样同样的论文 而且有可能会 有人要拿去升等 有人拿去找教职 有人要拿去教年度报告等等的时候 这中间到底要怎么切割 这个成果的大小分量等等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新型注意事项里面 讲了很多 所以还要求你要填一个表格 这表格是所有的共同作者都要同意 那当然有同学问说那怎么办 有人根本就在国外或者找不到他 那你要写室友 你可以在他签名栏那边 没有签名但是写室友 然后在口试的时候 不能说这个部分不是我负责的 我不知道 那所有你要放入你的论文里的 每一个部分你都要知道 你都要答辩 那刚才教务长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说如果那我拿去让那个 像turn in 像本校规定的 那万一出来以后 这个相似度很高怎么办 我们本校并没有相似度的一个趴数 比如说什么30% 31%就不行 29%就可以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数值 完全是交由你的口试委员去决定 所以万一有这样子的论文 是结集成册的 而并没有改写非常多 结集了你的三四篇文章 加头加尾等等的话 这个口试委员可以做个别认定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下面还有一些是 有很多的学生来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填写 或者说只能填写一次吗 这样子 简单的回答 举例来说 这个裁刃同意书 最好就是 我们要确定这个指导老师 是同意这种方式 也不是所有的指导老师都同意 也不是所有的系所都同意 我们曾经有过 我们的学伦办曾经有被问过说 他跟他的指导老师是采用这种方式 他已经快要毕业了 就系所主管不行 我也有接过老师打来电话说 他们已经快要口试了 结果有一位外审委员说这种论文 他不认为这种论文是一种论文 然后他说这个有一稿多头 重复发表的嫌疑 然后呢自我抄袭的嫌疑 而且建议那个指导老师 把学生送到学轮处理 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有 所以有老师是同意 就是认可的 有老师是不认可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跟这个指导老师先谈好 然后有复表 那次数至于什么时候要填报呢 这个我们并没有说只能一次 那是不是可以整篇都一个字不漏放在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你投给期刊或者研讨会的论文 它通常是用非常精简的方式 它有次数的限制 那甚至很多的论文 它的研究方法是放在复录 或者放在复件中 它并没有完整的呈现 譬如说像有些物理化学的 它的方法是很一致的 有的研究再怎么写的仔细 都不会有你硕博士论文仔细 所以即便是期刊论文 更不要说是研讨会论文 研讨会论文可能是更短的 你把它放进去 你可能还是要阔写 或者说如果你是完整的 也许你是好几篇放在那里 那你可以这样放进去吗 这个希望还是用一般的学术的规定 和学术惯例去做 因为杨明教大 你要写一个学位论文 其实它有非常严格的格式的 它只有文章本文的部分可以取代 你那些从后面开始的 不管什么页 什么页 然后什么审定书 然后有什么中英文摘要 然后有致谢 然后等等的那些 附录等等的 那些都还是要follow 我们杨明教大的 学位论文的格式的要求 只有正文的部分 你可以放你的发表的论文 但是即便是这样 那通常也是需要改写的 比如说this article 变成this chapter 类似这样子的 通常是要改写的 那至于这个会不会原创性很高 这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基本上这个原创性就算是很高 比如说75%这种的话 也可以拿去给那个口考委员会去处理 我们本校还有一个细索 它规定毕业前一定要发表 可是呢又规定只有30%才能去口试 所以学生怎么办呢 像这种结集成册的 学生就结集了三篇英文论文 但是通不过30%的这个考验 所以学生变通方法就是整本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变成一本中文的博士论文 就问那个学生说 那这本博士论文你会用吗 他说不会用 因为他都发表过了 那为什么学生还要再做这种无谓的动作 那30%是怎么决定的 系所助理决定的 这个不是老师决定的 所以他一看 31%不能去 那就更不要讲75% 那学生要怎么样把英文再改到30%以下 改到29% 这是不合理的 这个要求根本不合理 我们当然会规券系所 最好不要定这种要求 你既然前面要求学生发表 又可以结集成册 又规定30% 那学生只好用语言的方式 去把它改到很低的%这样 所以某种程度 我们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所以才会有了这个 学位论文英型注意事项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题目 包含说 这个需要重新排版吗 我要讲的是 学位论文跟这个期刊论文 甚至是研讨会论文 在这边先付诸一下 就是我们本来 国外的标准都是要期刊论文 可是我们基于有一些领域 特别是资讯 资讯工程资格的领域 有一些研讨会 其实就是它的最终发表处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要再投期刊了 那像有一些IEEE的重要的会议 发表论文 他们的那个重要性 甚至是就跟期刊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还加了 研讨会论文 那至于什么样的论文 可以放在里面 不能放在里面 这个由你跟你的指导老师 去讨论 然后看看那个panel去决定 那至于说 期刊论文发表 是不是直接放 不要忘记 期刊的那个编排 它的编排不管它是双额column还是怎么样 它上面有没有花边 然后有些什么 这个是有著作权保护的 你的内文没有 可是上面那些花边 那个排版的形式是著作权 所以你不是把那个reprint 就是那一页值 抽的那个那几张纸 你可以就盯在里面 然后加头加尾 这个不行 基本上你还是要用文字档 用word档去重新排版 这样子 好 那被接受跟准备投稿 或者已经先给了所谓的 preprint server的这种的话 有网址是属于著作汇编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的 被接受的当然是 被接受还没有刊登的 这个是 那至于没有投稿的话 如果你只取得了这个 archive的这种网址的话 不算 但是建议如果你可以的话 在适当的地方 就提及你有这个部分 你已经准备投稿了 简单讲就是刚刚教务长提的 就是讲清楚说明白 让人家可以去互相参照比对 这个通常就没有问题 那至于口考以后 离校手续中取得了刊登的话 要不要转换成TBP 还是建议你为了以后 不要有人来指责你 你自我抄袭一稿多头重复 发表的话 其实这个文件是拿来保护你的 保护学生的 所以在你离校那一刻 如果你可以update的话 那你就尽量去update 这样子的话 这个document学校会永久的保存 所以如果将来各位去选 县市首长立法委员 甚至其他小单位里面要升官等等的 这些如果有人质疑你的话 其实TBP这张文件 其实是保护大家用的 我们推这个的时候 本来还要一年学年后才推 有很多学生愿意提早使用 提早来申请 然后甚至我们也没有强制他 要把这张申请表 放在他的学位论文里 有的学生希望 放在他的学位论文中 因为他觉得这可以保护他 说不讲没错 就说我们其实是这个学期开始强制要求 所有学生都要这么做 但是在上个学期的时候 那个学生已经可以开始用 那也蛮多学生就开始采用 那的确就是说 这真的是在保护学生自己本人 以及共同参与的这些作者 因为我们都讲清楚了 然后口识员也都认可 这样就会避免这些正义 然后这些文件最后都会上传到系统中 我们都会备份 所以那个理论上应该都是永久保存的 引用自己发表于期刊的一张图 但是其他都不一样 这样算TPP吗 其实你只要引一张图或一张表格 那你就正常的学术引用 就像引自己的东西 就跟引用别人东西是一样的 那实验室共同发表著作 可供不同论文纳入著作汇编 或是老师可以使用同篇作为升等之用 这个基本上在那个表格中间 我们就是希望你把它讲清楚 同样这篇文章 是不是用在很多的学问论文里面 这个其实就讲清楚就好 然后因为你会讲清楚 你负责哪个部分 而口试委员会看你这个负责的部分 是不是结集的这几个研究 是不是结集成为一本硕士论文 或博士论文 那这个是属于学术评价的部分 这样到底够不够 够不够创新 就是你有三篇文章 里面各贡献了一部分 你先把它结集起来 加头加尾 介绍这个等等等等 这样子变成一本硕博士论文化 这样到底够不够 有没有展现你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者有没有创建 创意等等的话 这个就是由口试委员来决定 那共同作者声明书的话 作者签名可以用电子签吗 有部分共同作者需要各篇呈现吗 这个基本上是需要各篇呈现的 因为它是以白 publication为原则这样子 那如果是一群人共同写了十篇 你要十篇纳入的话 那真的是一篇一篇签 那是不是可以电子签名 基本上是可以的 现在因为经过疫情以后 大家都知道蛮可以的 好 那这边还有很多相关的资源分享 包含台湾学术伦理教育资源 有很多的文宣 这个也许将来可以寄给大家 包含如何促进研究伦理的方法 研究的导师有什么特质 然后符合伦理的写作有哪些 然后指导老师如何确保 学生的学位论文 这个如果在座老师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那这边还有避免自我抄袭 可以做一些什么做法 那这一次因为事前 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 还是有人问我们说 到底应该如何带一个好的实验室 其实我们这边都有讲 就是有各种的文宣海报 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自由的download 印出来 甚至跟学生一起讨论 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 研究进行时候 注意事项的一个简合表 其实我们这个是希望给advisor 他可以在学生进入 他的lab的meeting的时候 就跟学生一起导读这件事情 包含说你的一般的原则 还有资料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研究经费怎么使用 或者成果撰写的原则 还有发表的时候的一些状况 然后老师生跟共同讨论 然后一起签名 这有中英文版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一个叫做 作者定义跟排序原则 因为现在谁可以当作者 然后怎么排 这常常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也是学术伦理案件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这边就也放了很多的资料给大家 还有些国科会也有一些相关的文宣 包含说你准备要提国科会计划了吗 这个大家看过 简单讲讲清楚说明白 例如说你跟学生的论文之间的切割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 你跟你过去的一系列研究 要怎么样分割 或者说你的计划 是不是已经做了preliminary的result 这个可以写在计划书里 然后或者说同样的内容 头不同的部会计划 甚至是去年被reject的计划 今年可不可以在头 它都有一些guidline这样子 这是国科会的 那比如说怎么样侦测怪怪的论文作者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作者 就很大一群这样子 都不知道他们的贡献等等 那最后有一个研究诚信实践 避免学术写作抄袭的一个指引跟问答题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里面所有我们遇到的 所有跟我们问抄袭跟自我抄袭 都在这个里面了 好 那就可以去我们学伦办公室的官网 然后有一些专区 那还有一个是关于 生成事AI的基本立场 应用于教学声明 这个虽然是给大一新生的 不过这个是一个动画 七分半钟的动画 如果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再补充一点 刚刚那个周富有提到 就是特别是老师们 可能可以在同学进来实验室的时候 就签一下这个研究进行时候的 一些注意事项的一个检合表 因为我们在校评的时候发生过一些案例 就是学生的论文办了一些学论的问题 那指导教授会被询问说 有没有尽到就是指导的责任 就是有没有告知 怎么样子避免抄袭 等等这种学论的事情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检合表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 证明说指导教授 至少有进到这个告知 然后辅导这样的一个义务 Anyway 反正就是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我们就是做好一切的准备 然后同时也留下一些证据 来避免以后的一些争议 以及保护自己 好 这样 好 谢谢 那基本上就说 其实学术伦理它有正向引导的作用 是希望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能够勇敢地去做创新的研究 它不是拿来揭闭的 甚至拿来攻击别人的武器 但是学术伦理它会告诉你一些 对的方法 一些像protocol啊等等等等 那个是学术界自律的一些 原则跟作为这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与台人的经验分享了 我们这边列了四个题目 如何帮助学生找寻到彼此研究的主题 然后还有这个作业 指导学生作业跟学位论文 然后有没有什么失败或成功的案例 然后最后才是 期刊发表的时候前置作业 如何讨论作者排序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了 就是怎么样找到适合的主题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 然后非常好的 每一个领域都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场的是 比较属于电机或资讯的 我个人也许可以充当这个社会科学的 那在阳明比较是深一一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 那我可以先从我们这边两位宇坛人开始 那我们就先从曾教授开始 我是曾玉琪 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 今天这个讨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尤其现在这个工具很多 然后就是有一天 我本来是在发表一个自己的心得 就说这个好像觉得今年的这个硕士论文 好像改起来改得特别顺 那这个同学下面就这个哄堂大笑 大家有点会心一笑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工具很多 然后很多可以帮助你的 那有些即使英文不好 可是还是可以写出 看起来很顺的一个这个文章这样 我自觉今天讨论这几个主题 就是说我倒觉得先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common 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这个 尤其在科技的时代 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 就蛮强调说 你今天谈的这个话 或者你做的这个主题 或者你今天写的甚至一个式子 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贡献 尤其是在这个比较科技的时代 每一件事情都要强调说 我contribution在哪里 那这个就像你们写论文的时候 就碰到老师会问你说 你的贡献在哪里 那我觉得先回到比较基本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做这个事情之下 学会做一个应用的 就是citation的这个习惯 例如说我的同学 一年级的同学进来的时候 最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今天报告一个投影片 他就写说某某某某 伟大的这个论文抬头 然后下面呢 他因为尊师重道 他就写曾玉琪 然后后面就接人同学的名字 就是说这个投影片 如果放在网路上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事实上 他只是报告一篇论文 只是报告一篇论文 但是就是说看到这个人的解读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报告 这个里面的内容是 我曾玉琪 还有这个同学 这个共同发展的 其实根本不是 因为他只是来学校报告的第一篇 或是第三篇Paper 他只是心得报告 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建立的一个习惯 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有一座Citation 就是所谓的引用的这个习惯 就是说我今天在这张投影片 或是这个文字段落里面 这个东西是我的 还是我从哪一边学来的 因此我跟大家这个分享 这样子 就是说先建立说 什么是别人的 这是Citation的习惯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说不定 事实上是可以从 我们常讲说作业 写作业的时候 不要抄同学的作业 对不对 那当然作业 其实媒体都有标准的答案 可是呢 如果你只要研究的领域的时候 每一个研究 事实上都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我想第一个讲的 可能大家可以想一下说 我们今天做的很多 不管是报告 或是这个发表等等 就是说建立这个Citation的习惯 那这可能刚刚副校长讲的 大概80% 90%的地雷 可能就差不多全部都拆除了 因为你就很清楚地描述说 这个是谁的 这是谁的这样 第二个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平常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通常都会问同学说 你的contribution 我就问同学 你这个准备要写论文 你的contribution 不用列三五条八条 你只要列出两条 或是三条 其实就很够了这样 一方面是说 其实跟刚刚我讲的前一个问题是蛮接近的 就是说当你在描述自己的contribution的时候 事实上你在厘清说 例如说我建一个房子 建到这一层楼是别人做的 可是我再往上建一层楼 这一层楼是我帮忙建出来的 那就是我的contribution 所以就是说 那这个习惯如果建立的时候呢 你就经常每做一件事情 你就会去想说 现在人家已经做到什么阶段了 那例如说 马斯克他发的这个卫星到太空去 很伟大 对不对 那他做到那个程度了 那你今天 从那个呢 你又再加了什么东西 你就很清楚地描述我的contribution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说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 那我觉得 我先回答到这里 大概就希望这两点 就是可以把基本上很多地雷 都可以被拆除掉 谢谢 谢谢陈教授 刚刚陈教授讲的那个citation 就因为学术研究 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 所以你一定要cite 也就是言之有理以外 还要言之有据 那至于什么叫贡献跟contribution 这个说起来有点抽象 不过简单来就是 你叫质以前人到底有什么创意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心意 陈科宏教授 好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说contribution的这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题目就是说 学生如果找到适合彼此的研究主题 那这个刚刚也是最近 就是入学蛮多新生来找老师 那他们都常问说 那我们要研究什么题目 当然他们都希望就是说 老师直接给他的题目是最好 那他也都不用找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是不太清楚他要做什么 那他也不知道他的题目是什么 所以他们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就是找paper 那找paper 你找到的paper 看到的内容 那你就会觉得说 我看懂了他在做什么 那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所以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就是老师跟他 如何找到彼此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都会跟他们有一些 比较深入的讨论的部分 那讨论完以后 在未来他们要做下一步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请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这个文献的部分呢 做一个这个简化 或者是更有具体性的一个说明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一般我们在做citation的时候 很多人直接就把他的图贴上来说 我reference这一片 但是我一定禁止我的学生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可以直接贴他的图 我们一定要去重新解读他的图 然后呢重新解读他的意思 那把我们对他的认知 还有对他的这个comments做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出来的comments 也是我们自己的意见 我们自己所发表的内容 那图呢 因为我们做过整理 所以我们图跟他也不一样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我们不只是citation 我们也做了study的动作 因此我们就可以 有自己的一个新的创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务必要学生做到这一点 但是以现在学生来讲非常困难 因为就跟郑教授讲的一样 就是他们直接就贴 从头到尾都贴到尾 所以这个要改的话 以我们实验室来讲 要花大概半年以上 他们才会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陈教授说你写论文绝对不是 你平常在发那个post的 就看到好的贴图直接转传 然后就分享这样 不是这个意思 学术不是这样做的 教育长 我们这边两位老师都分享了 他们都非常的注重 这个不能随便贴图 然后一定要做citation 也就是说站在前人肩膀上 recognize或者acknowledge 前人的研究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然后除了在读的时候 找到研究主题 还要不要忘记注重一些学术伦理的一些规范 是谢谢 谢谢陈教授跟陈教授的分享 那我想平常指导的时候 我们就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能够做好的citation 然后能够很清楚的讲清楚这个别人的贡献 跟自己要再加上去的贡献会是哪一些地方 那同时就说 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图 来去阐释别人的东西的话 那这样就会更有potential 来在这个领域会有更新的一些创建 那非常谢谢两位教授的一个分享 我想这是对于指导学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模范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 副理学院胡教授来帮我们分享 副校长还有教育长 还有各位语谈的老师 跟参与的同学老师们大家好 那我想我们这边是在生音科学领域上面 我想跟工学院那边也是一样 对我们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个科学创造的知识 建立的一个过程 所以proper citation其实当然是首要 那刚刚也一直在提出说 我们的创新的地方 那我想大概就是两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去从summarize 别人的文章的重点变成sincers 去找它共同的点 然后还有它共同不一样的点 那这个不一样的点就是你所谓的knowledge gap 那你才有办法告诉别人说 我未来的贡献想要回答的问题在哪边 那我也必须要说明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所以同学们如果在这个地方 遇到一些挑战的话 我也会跟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 跟他们分享 这就是我们期待 你能够重新去整理不同的文章 然后看到他们共同的点 这也是我们在不管是硕士或是博士的训练当中 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 所以要怎么样子帮助学生来度过这样子一个阶段呢 个人觉得应该要定时定量 就像我们在吃药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则 它才会见效 所以不用一次给学生太多的一个homework 那老师也有休息的时间嘛 所以老师也必须要有定时定量的概念 所以如果说跟学生可能会说 那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先来讨论某一些文章 它的重点是在哪里 那应该是譬如说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 我有的学生他可能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一点 那我就会说那我们一个礼拜一次 那每一次就是大概半个小时 太长了没有人有那个attention 可以跟老师消耗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定时定量是两个 双方一个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点 那大家彼此就会往前前进 那当然有没有失败的经验 绝对有 那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我们在跟学生开始新生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有些学生会看你的研究的领域 然后你的主题来跟老师来约访谈的时间 那我觉得首要的地方就是 你要先看你跟这个老师的频率合不合 所谓的频率是说我讲的他听不听得懂 他讲的我听不听得懂 如果两个人同样都是讲中文 但是感觉好像频率都不太合 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相信后面会成功的几率应该不高啦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chemistry 他才有办法去有一些好的化学的作用出现 那我的确也有学生就是 大家讨论过之后也都agree这样的方向 但后来常常要因为一些问题 一直要反复的来说服学生 要来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对彼此来讲都是一些损耗 那这样可能就也要提醒学生 这个时间是可能要去更换指导教授 并不觉得说更换指导教授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老师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掌控权可能是在老师的身上 但其实老师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主动说 请学生更换指导教授 但学生可以讨论说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老师都愿意帮助学生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期刊的发表的前置工作 那对我来讲的话 所有的论文都不会是个人的产品 也不可能会是只有你跟你的指导教授两个人就有办法做出来的 有的学生他可能擅长的是收集资料 或者是临床的去实证 或者是直接的落地执行 有的学生他非常的会书写 或是有的学生英文的表述能力很好 那我会帮助他们能够team up 有的人他去执行 那有的人可以去帮他去整理这样子的想法 但第一作者就会是主要贡献度最高的学生 或是这是他的学位论文为主的学生 会是我第一作者 所有的作者是在一开始要去执行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就已经会先跟学生还有我们的团队先讲好 避免后来的争议 那学生也会知道说他参与计划的过程里面 他会占的作者排序为何 那彼此就会有一定的方向 也不会他很忐忑的说 老师叫我做这些到底适合我 以后未来我会是 有没有在作者序上面 或者是我会排作者序多少 我觉得这就跟在我们做proposal defense一样 其实他就是一个contract 一开始应该就已经先盘好了 然后才决定继续进行 因为学生也可以说我不要 就是老师我的时间很忙碌 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agree的话 我觉得就是跟着这样子的步骤去进行 那大概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些分享 谢谢 谢谢胡教授分享了很多 我来 summarize一下 就说这个我们知道学生的时候 那也不要太过量 定时定量 是一个对身心健康都蛮好的一个方式 同时就是我们这个作者序 事先先讲好你请我愿 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针 那同时胡老师刚刚提到更换指导教授 那本校定有研究生跟指导教授的互动准则 那里面虽然不希望用到 但是真的必要的话 更换指导教授里面有一些做法 需要的同学或者是老师 再去参考那个互动的准则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文明所 这个徐老师来帮我们分享 好谢谢周富 陈教务长还有我们刚刚曾老师 陈老师还有胡老师 已经帮我打底打好很多了 所以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既然我已经是最后一个 然后就是帮大家再稍微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 那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 最近刚好就是新生入学的 真是刚刚放榜嘛 所以就很多学生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说 是不是要进实验室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生医领域里面 我发现说其实有一点 就是一直以来我让学生去尝试的是 我觉得有时候同学来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这题目听起来好酷哦 然后我觉得好像充满热忱 可是实际上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也许不是你想象的这件事情 那个很酷的事情的背后 会有一些很枯燥的实验必须要进行 或者是有一些非常耗时 非常耗力的东西必须进行 好那所以我自己协助同学们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研究主题的方法 是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我会让他们有一个 大约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个rotation的机会 好这rotation的机会其实就是我让他呢 请你每一个礼拜花一天就跟着实验室现在的学生 你就从头到尾跟着他 好那跟着他的意思一方面是让他知道这个同学 其实现在正在执行的研究计划 他会更了解 另外一方面是你真的看看人家执行这个好酷的研究计划 后面要花费什么样子的心力 好也许他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要先去动物中心 拿小鼠下来 好然后几点钟开始要做什么事情 他也许在什么时候他中间还去看场电影 回来再继续实验 好这都是可以让同学去感受到实际上 他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所付出的心力 那我通常会等到这个Rotation的时间完了之后呢 再跟同学谈一次 好那你对这个研究计划还有兴趣吗 你是不是还希望能够进行这个主题 那我觉得通常这个时候再请同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同学比较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用删除法也好 我不想要的是什么 好那所以后来在选择题目上面的时候 通常会稍微顺利一点 那讲到说指导同学的作业或学问论文上面 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的做法是 我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刚刚胡老师说 当同学们去跟老师谈话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那个频率有点不大对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也建议同学们要思考一下 因为老师真的是你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伙伴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跟这个老师 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 你没有办法跟这个老师去学习的话 那你这条路要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指导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两个来说话吧 你遇到困难 你也能够觉得说我可以跟老师讲 我这做不出来 不要说我藏在桌子底下 不要给老师看到好害怕 那也不会成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要有个非常开放的沟通态度 成功跟失败的案例 我其实觉得没有所谓什么失败的案例 我觉得那个失败这个词有点重 我觉得最多能够讲到的就是 以我来讲如果当我遇到同学们 就是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发现到同学们在这条路上 其实走得很辛苦 然后走得不大顺畅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主动跟同学讲说 你要不要思索一下 现在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我会把它当作失败来看 因为我觉得其实同学们都还非常年轻 然后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那你现在只是说你来做了这件尝试 也许在像说我的声音研究领域 它不是我最擅长 不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不代表其他的方向不对 所以其实长远一点来看 现在是你把我的名单上面列掉的 其中一个把它杠掉了 你现在有更多其他的更适合你的机会出现 我自己 这个我就要分享一下了 我自己念博士班的时候就是换实验室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换实验室 没什么好害怕的 好那其实当初我自己换实验室的时候 因为经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理解同学们 心里面那时候会有的挣扎 就是当然你要换实验室一定是遇到了一些状况 你自己觉得好像不大合适了 然后会有很多的挣扎 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时候其实 同学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不敢去谈 你真的可以刚开始觉得我不敢跟我的指导老师谈 你可以跟你的所长谈 你可以跟其他的老师谈 大家其实有经验的都会协助你去度过这件事情 然后也不要把老师想成什么毒蛇猛兽 没有这回事 就是老师们真的就是陪着同学们一起一段过程 那如果说真的发现有不合适的时候 大家就是和平分手 那我跟同学们要讲说 转实验室只有一句是要叮咛 就是叫做好聚好散 就是你该把这个整理好的资料 整理好的资讯传达给老师 让老师可以把这个计划持续的让其他的人接受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然后以后在走廊上碰到大家还可以开开心心的讲话 我觉得这个好聚好散是重要的 那当你去到下一个实验室你有了一个新的方向 相信你在执行上面也会很有热情 所以这真的不是什么太可怕的事情 期刊的前置作业 我自己通常做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当我们的paper排出来所有的图的时候 我就会先把主要执行这个论文的同学 我们两个会先坐在一起先进行一次讨论 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师有时候不晓得 这个实验在进行的时候 可能这个同学他其实还去找了隔壁实验室的哪个同学来帮他了什么忙 或者是实验室的哪个学弟学妹来帮他做了什么忙 所以我会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来思考一下 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帮我们一起做出了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故事来 我们来细细地把它们列下来 列下来之后我们会先经过一个讨论 得到一个共识 就是那大家的排序应该是怎么样 贡献度在哪里 那当最后如果有任何争议的时候 负责的人是我 是最后的corresponding author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后做决定 以及责任和赔商的这样子 那以上大概是我跟大家的一些分享 谢谢 是 谢谢徐老师的分享 那我想就说 让同学们先有一个实际的体验 一些基本功夫 应该要学习的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些发挥 那以及就是所有的学生其实都是成功的点半 然后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正念的一个思考 不管学生成长的幅度有多少 那另外就是更换指导教授或者是换实验室 就是同学不要把老师当毒蛇猛兽 那老师也不要认为同学想要换 就会觉得很没面子 就是只是适不适合 也没有所谓的好或坏 好 那期待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正念的思考 谢谢 谢谢教育长 我发现胡老师跟徐老师都已经把四题都先把它讲完了 从如何找主题 然后如何指导 然后有成功失败的案例 然后怎么样指导 然后列名挂名这样 刚才徐老师还特别讲了 这个很酷的题目 可能会变成很苦的题目 所以一定要小心这样 那然后还有几句真言 送给各位在场的 不是只有指导老师或者跟研究 还就是和平分手 好聚好散这样 然后不要出恶言 这个可以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或各种事件上 但是切割干净这件事情 听起来就是前面的那个实验室的结果 应该是不能再带到新的实验室 或新的老师那里去 这个是所谓的切割干净 然后还有作者排序 我们可以再有一round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才的曾老师还有陈老师 比较没有涵盖到后面两个题目 就自由发挥 这样请曾老师 好谢谢副校长 我其实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同学都比如说一个年度都毕业了以后 就找他们 例如说是我请同学吃饭 要不然就是同学说 这个谢实验 毕业了 很开心的请老师吃饭 都有 通常就会稍微做一个这个民调这样 就调查一下说同学两年或是多少时间 就是说念完这个学位的心得是如何 这样 那当然这是从老师的观点 其实我想同学也是可以 也许你现在刚刚开始 事实上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刚刚完成的同学 那我问了以后呢 其实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当然比较正面的当然也有 那有一些同学 例如说他跟我讲 就是说非常感谢老师 就是说让他有一个机会去把论文试着投 例如说投一个顶尖的一个会议这样子 那像这种同学他本身就蛮不怕挫折的 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到他的心态 就是说他觉得有去试过 他觉得是很值得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同学可以有的心态这样 另外也有同学我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说他跟我讲说 他说写毕业论文就好像是一个挫折练习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说一次一次 失败了又再来失败再来 当然因为可能是我因为我是资讯领域的关系 就经常去试着做一些事 失败了又再try再try这样 刚刚徐老师有说过 其实真的在做这个研究 是会失败然后会写不出来 其实我想这个我们阳明交大老师 大部分都很有经验 就是说有时候成功当然是很好 那即使有时候做这个题目真的没有完全能够做成功 事实上那个挫折或失败的那个经验 或者你走过一段路 例如说你去描述说为什么这个会fail这样 事实上他本身也是对于未来 想要走这条路的一个好的经验这样 那所以我倒觉得说 其实就是可以听听看网路上 或是真正认识一些同学 你可以了解说他两年的这个心路历程 那这个可能在走这个研究路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避开很多这个障碍这样 另外我也补充一点 就是比较常看到算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例如说我经常 当我开始进入到写作模式的时候 例如说我决定说 这个两个礼拜之后 这篇文章要出去 那我就可能对我来讲 就是疯狂的把它完成这样 那当然同学到分也都这个疯狂的帮老师完成 那但是我会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经常都会有一群人一起共同著作 那老师就会一直丢很多问题 一直丢很多问题出来 经常我发现的情况就是说 只有一个同学好像感觉是蛮不得已的 就是说他要回答老师的各种challenge 那所以我觉得说大家这个在参与讨论的 大家整个在那个进进退退那种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我们同学的这方面的培养的习惯 是稍微还欠缺一点这样 所以我想可能另外讲的就是说 那个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大家共同讨论 那讨论过程里面就是说 你想办法去做contribution 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大家想想看 就是说你经常在一个 不管是大家共同会议 或是在像我讲正在冲论文的这个阶段 你是不是当一个作者 或是当一个名列其中 你是不是有真的去善进该讲的 或是该帮忙push的一段这样子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事实上你就很容易就描述自己的贡献在哪里 那当你有一天要写成毕业论文的时候 事实上因为你有参与过 然后你有帮忙贡献过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 就是你的毕业论文的核心的部分 那我大概先简单 谢谢曾老师 刚刚曾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学生也许常在写论文过程中 或者跟老师一起写论文过程中很挫折 但是这是一个 刚与其说是失败练习 try and error 可是他也可能是try and right 所以他是一个不管哪个方向 也许工中很迷惘很挫折 但他最后的那个成果都是一个很rewarding的过程 那也可以说他是一种压力的测试 如果一旦通过这个压力 其实我相信你从杨幂教大拿到学位 走出校园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韧性应该已经某种程度建立了 那陈教授 我到教大刚好今年就第20年 算蛮久的时间 所以讲到失败与成功 应该说指导的学生写论文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蛮简单 就是带他们想题目做东西 然后最后让他们写一本论文出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到 他们要把一本论文写出来 从无到有 其实对他们来讲很折磨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们从第一张写到最后一张 其实他们 因为我们是规定全部写英文 所以他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卡在英文上面 那英文写完以后 前后逻辑也不通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不止他失败 我也失败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失败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去改变这个写作的一个方式 后来的改变的方式 其实蛮简单 就是直接投稿 就是针对哪一个conference 我们就直接投稿 所以从introduction abtrade introduction 还有这些implementation 还有experimental result 从头到尾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写 所以在所有的内容里面 我们通通都watching他们的过程 当然在写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会发觉到 他们可能哪里做错 或者是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哪个地方根本就是太微可 然后任何contribution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修正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慢慢就把这个文章把它写出来 那好处是说 投稿的顶多是 以我们电机来讲的话 大概就两页四页这种 所以两页四页对他来讲的话 我们要花多久 大概要花三四个月 把它写出来 所以在这三四个月里面 我们知道他怎么去做这件事 那等到他全部写完以后 我们开始做extension 就是让他把它转成期盖论文 就是变成更多页数 那变成更多页数以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直接转成硕士论文 所以以这样的过程来讲的话 他们几乎没有抄袭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的论文都在我的 在这个注释之下把它写完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watching的过程里面 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改成 完全走这种路径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也有带来另外一个失败 就是后来要来找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 因为他知道这个蛮辛苦的 所以现在找学生 愿意吃苦的学生就越来越少 谢谢 谢谢陈老师 陈老师刚刚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叫学生一下子打开一个空白的word 从第一页开始要开始写intradition第一个字 然后就要写100页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先开始练习短板 要先写conference 而且conference才有个好处 它有dayline 所以就在什么时间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 然后就从两页四页 然后到十几页 然后再慢慢地加深加广加胖 加长这样子 所以就慢慢可以把你那个100多页 就是说你的word在打开的时候 不是一个空白一片 它瞪你一瞪它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样 不过听起来是蛮苦的 好 那所以我们上次的第一场的时候 还有人分享是说 那个学生连那个两页四页的论文都写不出来 所以他每次是报告的时候 叫他用投影片 把他要讲的东西一页一页写出来 包含别人的论文 然后自己的想法都一页一页中投影片开始写 然后再把它会集成研讨会短论文 然后再长论文等等的这样 就是前面还有一关 学生真的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那种 那我们这边就是两位老师 因为他是理工科的 我们没有onbench这种事情 所以你们的学生要蹲实验室吗 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工作 他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工作 他们不是要锁在某一个实验室里面 还要rotate这样子 还要看老鼠 还要看什么这样 那我们这边结束了就请教务长 是 好 谢谢曾教授跟曾教授的分享 那我们这次从中间可以学到两位老师 质量俱佳论文的产出的一些方法 好 秘诀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护理学院胡老师这边 看有没有再补充帮我们说明的 我想要补充的地方就是 在我们护理学院我们大部分的学生 也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实验室 很多我们的学生都是在就是医院啊 或者是一些健康照护产业里面 所以我就会建议说 大家要先想想看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因为老师可能没有像你这么的熟悉 你的资源有哪些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盘点 哪些是可做的哪些是不可做的 那有的时候学生刚刚像徐老师讲 大家都很想要想一个很完整很完美的研究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困难 对 所以可能还要去想想看 你到底愿意花多少的时间毕业 对 那你的老师其实 为什么会成为你的指导教授 应该是你对他有一些信任的程度 所以不要觉得老师是再来拖你后腿 或者是跟你说你哪里做不好 或是跟你说你可能这个地方先舍弃 我们先完成某一个地方 应该是他也在评估你的能力 跟你毕业的时间 然后再去抓你的进度 跟我们应该可以完成到哪一个的程度 那我觉得刚刚有提到 其实就是彼此都是一个团队 有的时候因为你太惧怕 你可能对于一些不成功的一些data 或者是实验的结果就把它藏起来 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就来不及收拾这样子的残局 那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血轮的问题会产生 那我觉得宁愿一开始发现问题的时候 彼此大家就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讨论 都还有可以修正的方法 那无论如何就是师生好好的沟通 好那接下来那个学老师 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 我还跟各位老师们多学了几招了 就是我刚刚听到老师真的是讲到说 同学们那个第一次打开那个word档 看到那个空白 第一个字都打不下去 那种彷徨无数的感觉 我想说我们老师有时候要写计划 也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突然想到说 对耶 真的是可以从投影片 然后从他们开始参加研讨会 来让他们逐渐build up 我想这个真的是 就是从老师们这边也学到很多 可以在帮助同学们 更顺利的进行他们学习的地方 然后没有其他要补充了 好 谢谢 现场的来宾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各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说 就像很多学生他们研究的领域 也是就是目前热门的领域 那会不会担心说 例如说学生他可能在做研究的过程中 他可能他想的这个题目 或他做研究 其实就突然间被人家做出来 又不发表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 学生该怎么办呢 会比较好 你说你已经好不容易想到一个题目了 结果被 刚好被人家发表 我做到一半 就是你读到一篇论文 然后就差点昏倒在地上这样子 对 人家手脚比较快 就会英雄所见略同 你会想到题目 别人也会想到题目 那有这种经验吗 这个我想能讲当然是很惨的 不过你要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这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 就是我们这边的同学很聪明 但是全世界到处都是厉害的角色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 做研究变成说这是一种习惯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同学 当然有同学跟老师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师的话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能力帮学生绕过这一个高墙 那绕过去的方法很多 就是这个老师就要想办法帮同学解决 那同学的话当然就是说 对老师来讲 你其实是要鼓励他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聪明的 这个挫折只是一个缩影 以后都还经常会碰到 一定要跟他这样讲 但是就是你要帮他找一条路出来去走 那不是两个人坐在那边说 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如果真正走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也不是不会发生 那这时候只好坐下来 然后重新再读一些东西 就这样子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我们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 就是当你做得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就发觉人家跟你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打击也是鼓励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表示人家 全世界聪明的人跟你差不多 这时候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 在你做这个题目之前 假如你的老师看的配备够多 当然就可以直接帮你毙掉 那第二个假如说 两个人都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刚郑教授所提到 就是要好好讨论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发配料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告诉人家说 他已经坐到这里了 所以你还可以再往他上面 再搭上去 所以其实更好 但是你要花更大力气 再想更好的东西 你刚刚提醒我 我事实上是遇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时候 一打开期刊就真的发现 看标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赶快就去看 他的研究限制 跟未来研究建议 然后看看从那之上 到底找出一些更创新的东西 而且就直接赛他 而且你有这一篇最新的赛他一生 直接就说 他发表了 然后问题是他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足不够不好不一致 还有个gap什么之类的 就把这个阻力变成一个助力 你有一个这么新的reference 不晓得胡老师跟徐老师 那我先稍微说一下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说 这个这种事情其实很常发生 这个英雄所见略同这样 我的指导教授就是用这句话安慰我 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一篇paper 在准备投稿的时候就发现 已经主要的贡献已经被人家先发表 刚刊登出来这样 那只好心不甘情不愿意的加上citation 然后还好的那个次要贡献 还有被认可 最后还是有发表 所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这件事情这个很常发生 刚刚这个胡老师 徐老师也是有这样子提到 是不是两位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那身为苦主 也是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我想走在科学这种路上 我真的就是一直觉得说 对大家那个聪明跟想到的方式 其实常常会有overlap的地方 那我自己遇到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在博士班的做论文的时候 我应该是博士班第三年吧 然后人家发在sale 那个是NCS的sale上面 然后就这其他人就放在你桌上了怎么办 就已经博三了啊 头都洗了一半了 而且我还换实验室 大家记得吗 对 好那就换了实验室然后博三 你看然后 PayPal还被发掉这样 这么悲惨的人生 那当下就是还好 那题目我大概只有人家做了一半吧 好那所以那个当下 当然就是真的像老师们讲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哇那人家做这么完整里面 你现在就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 往上再跳了 好那要不要花时间 当然要花时间 会不会沮丧 当然啊回家哭两天嘛 眼泪叉叉再回来咯 不然怎么办 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是那个心态的上面 如果当你发现说 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我觉得先拍拍自己肩膀 说哇原来 我们想的跟大家想的一样 这么聪明 这么好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他现在发表的东西 然后再把我的研究往前更推一步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说 从跌倒当中站得更高的一个方式 我想各位老师 就是都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各位同学们 看起来好像我们都云丹风情 但其实当初也是滴血滴出来的 那也不是说久了就不会难过 而是还是会 但是你会发现 从我们护理的角度来讲 心理健康 哭两天或是难过两天 跟别人抒发一下 它还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更要去看看别人怎么去做 然后从中去学习对你有利的 或是你可以学习到的地方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科学就是很残酷 它就是一个竞争 那被别人发表了 那你就要想另外一个方向 或者是说看怎么样去把它去圆 他不知道的地方 那这个的话 Citation Proper Citation 就更重要 因为当你要去 Challenge别人不足的地方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更有把握 因为别人也会来 Challenge你不足的地方 那我觉得那样的挑战就更大 那你竟然可以跟别人 想到类似的一个题目跟方向 我想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你一定是跟你的老师 跟你的团队 有在去更多的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对这个领域 一定会更多的知道跟贡献 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好处的事情 所以不要被那个过程卡太久 你一定要想办法再目方 是 真的过不去的话 心理智商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 其实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困境 是因为像我是在公学院里面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些学生 他过来的时候 他跨领域跨得非常大 像我自己的学生里面 有外文系毕业的 然后也社会系毕业的 然后可能是因为 未来方便找工作的关系 所以他就跨领域跨非常大 如果说你今天请他看Paper 要跟他讨论论文 那这时间真的会拖非常久 然后就变成我们都是要 手把手这样带 从实验要怎么做 然后到整个取数据 到分析 到画出一张图 到他的论文写出来 几乎都是一个字一个字 在那边帮他改 因为他过去的四年 没有那样的训练 那你在两年之内 或者三年之内把它建构起来 相对非常困难 那我现在收到这样的学生的 状况是越来越多 因为可能是在文组或商组 比较可能未来找工作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就补个席 就很容易考进来 所以就会变成有这种状况 那我不想说老师有没有这些经验 就是带到领域跨这么大的学生 那这要怎么处理 谢谢 我们这边大家都听到这个 就是有跨领域跨过来的时候 看起来他的准备度还没有很够 我以为只有人文社会领域的是做手工业 一个学生一个一个捏 我以为理工或者生医都是像生产线一样 只要前端有资源进去 然后就一层层的 譬如说博后带博士 博士带硕士这样子 然后最后老师只要不停地拿计划 然后提高良率就好了 原来也是有工学员的老师 也是要手工业的 那两位有没有碰到比较 没有那么ready的学生 然后他就是考进来了 他就是要变成你的学生了 应该怎么办 我先讲一下 例如说因为我是在资讯工程 或是在电脑资讯这个领域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差不多三年到五年的时候 不只是同学 其实上老师本身也必须要换一个题目 因为就是说在这个资讯领域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去找新的东西 如果你回顾过去的历史 是这样 未来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跨到一些 不要说跨得很远 但是跨距稍微中小型 就像我讲大概三五年 就会对我们来讲自己要发生一次 就说例如说 我现在弄了大概三五年左右的 这个AI方面的研究 那事实上我以前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领域根本就 也不热门 然后也几乎很少人在做 而且现在这么多人做AI 其实我盘点一下 就是说原生是做AI的 就是少数的这个 刚刚毕业年轻的老师当然是这样 大部分其实大部分就是习惯 换到其他的题目这样 这是一个角度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刚好今年有机会去参访一个国外的学校 那我看到那个实验室里面 当然是博士班同学蛮多的 就我发现他们的研究 就是可以从这个核心的技术 然后一直到怎么样使用 一直到跟这个 例如说把这个技术用在社区的那个地方 甚至用在一个社区上面 它会产生什么 例如说伦理啊 或是这种使用者上面的问题 他都可以去探讨 也就是说 其实从技术一直走到被使用 因为我们常常讲 技术就要被人来用 所以事实上那个Spectrum 本来就可以拉得 很接近到另外一个领域这样 所以就是说 可能这个就是老师们 但我也不是说这方面专家 不过我觉得老师们也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会不同的领域来 然后你要想办法 把它的专业结合到我们的research 这样 陈老师 您那个问题 我最近也常遇到 就是不同系的这个background 来到我们这个奠基系 那我是做ISC的 那其实他training的东西也是蛮多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方式其实蛮简单 就是同学带他先做 那当然这样子他可以学一些基本 那上课的话他可能要自己去上 那第二个的话如同你讲就是手把手要教他 那对我来讲的话教他当然会很浪费时间 不过对我来讲的话有好处就是说 他基本上他会乱问问题 所以可以让你重新思考 你原本觉得不好 就是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全部可以重新思考 所以带这种学生有时候也可以有些不错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花时间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个好像是我们必须要接受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都一直挤到阳明教大来 教育长你们那边还是你们的领域不太能被别人跨吗 还是什么 护理跟维冕对我而言都非常的专业 这个是不太敢跨进去 我自己也先稍微分享一下 我觉得现在的世代就是非常重视跨领域的学习 那学生其实已经可能从高中时期已经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基因 自主跨预这样的一个基因 那到大学的时候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潮流 到了研究所的时候自然也会越来越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先举两个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学校就是今年刚开办一个学士后专班 那这个学士后的专班的主题是 要让这个非理工非STEM领域的学习毕业的学生 来去读我们的这个电子与光子的一个学士后专班 这个主持这个专班的是陈永复副校长 那他就是告诉我说在这个班里面学习最好的 那因为这个课都是这个电子光子半导体相关的核心课程 其实都是非常硬非常扎实的课程 那里面学习最好的是一个生意领域毕业的一个同学 其实他他其实不是很惊讶 因为他过去主持过劳动部相关的一些人才培育的计划 所以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只要有心去学习都可以把它学好来 就算过去四年并不是相关的专业 但是都还是有可能可以学好来 那所以刚刚我们工学院的老师就说我们研究所还是会有修课的一些要求 那不妨就请老师指导同学就是去修一些最重要的一些课程 那必要的时候甚至于请他补修一些大学部的课程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硕士班的这个学生的收费是齐头式的一阶段的收费 所以他修很多课都是不会再另外再加学费的 那因此可以请同学就把握在学校的环境 那既然要跨领域 既然要跨到工学这边来 那不妨就扎扎实实的来跨域 该补修的一些扎实的基本的课程 也不妨就趁这个机会就把它补齐来这样 那第二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那我知道过一个同学 他是博班的学生 那他的这个硕士班是在我们阳明念神烟所毕业的 那他本身之前对于电脑Computer Science其实还没有相关的一个背景 那他到我这边来 其实我本来指导他的是做一些认知相关的一些实验 我觉得跟他原本的专长比较match这样 就是因为有修课的一个要求 他就开始修Computer Science的一些课程 然后修电脑视觉下面的一些课程 那结果他最后就整个转到这个电脑视觉方面论文的一个主軸 所以就说这个慢慢的去学习一些扎实的课程 对于学生的这个养成也是蛮重要的 特别是跨域 这是我的一些经验 好 那两位老师 我想跨域现在是我们阳明交大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我们也是在培养我们护理学系背景的学生 能够有这样更多科技资讯啊 工程这些方面的一些能力 那我想第一个刚刚老师们都有提到 就是调整老师的心态 他会跟着学生的能力来去调整说可以走的方向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寻找资源 我想各位老师可能都会有大弟子 二弟子 三弟子 所以可能就是先请你的弟子们 刚刚说的先让他们互相彼此学习 那第三个的话像我们护理学系 现在也有在做三系绑定 跟资工还有医学 那对我们学生来讲 会开始了解这些学生的特性 他在学习某一些课程方面 特别容易遇到的困难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找Tutor 来协助他去克服这样子的一个瓶颈 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专长 我们不一定要用我们的弱点去硬碰别人的强势 我觉得反而应该去更强化我们自己的优势 举例来说我最近就也是跟我们智慧科学纪律能学院的老师 然后还有学生来合作 因为我本身有一部分是在做那个病人安全跟学生的教育的一个培训 那我们传统上来讲都要老师看着学生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跟我们的教授们讨论之后发现我们可以用视觉 就是用camera去identify学生给药的那个药物到底正确与否 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很多的比如说那个图片的校正 然后平台的角度的调整 然后它的解析度正确性等等 这个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懂 那这个的话就是跟其他学系的老师合作之后 我可以告诉他这个在我们护理可行不可行 我的user的需求是什么 那学生同样的也可以贡献他专业领域里面 他可以去帮忙去调整这一些 那我觉得这就是彼此的强项1加1大于2 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让学生都了解 护理一步一步教他怎么样给药 但他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互动沟通的过程 可以用强项来补足各个专业里面 让他可以更多defense一点 我想这也是一个当初 大家彼此跨域合作的一个初衷跟重点 突然觉得说这个 维生物级免疫学研究所这名字取得真好 因为听起来就超硬的 大家不大敢来跨域 没有啦 我开玩笑啦 就是我们通常真的就是我们收到的研究生 的确大概还是跟声音相关的多 那一般 但是就算是声音领域的 到了维冕所来的时候 其实他中间还是会有一些 其实是有一点跨出他的 comfort zone 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前面老师们已经提到 有好几个解决的方法 当然我觉得就是对于刚刚就是提出问题 这个工学问老师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心有气气焉啦 就是我想老师们大概都感觉到说 现在真的学生的diversity越来越宽了 所以我们老师其实在带领我们学生的时候 不是一套可以适用在所有同学上面 但是我也觉得说提到说这个 当不同专长的学生进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就是稍微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面积 那我觉得更棒的就是 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学生的专长 应用到我们目前的研究领域 或者是让他有更好发挥 如果说这个学生特别会写文章 那我们是不是在写文章的时候 让他多发挥一点 那他如果说这个特别会演说的话 我们也许在这个部分也让他有更好的表现 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 遇到这么diverse的学生的一个 自我调试的一个方式 谢谢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陈永福副校长有讲的那个STEM的那个 他们都是来念的听起来就很硬的 那他们有外文有法律有社会等等的 然后竟然来重念大三大四的两年的课程 然后竟然念得很开心 然后念得很好 尤其是他们是跟一般生一起上课 就是那些正在念奠基系里面的那些学生 然后那些所谓大三大四 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他们是明明外文系的也可以念得非常好 所以差别只在于动机 然后他们都工作几年后重新回来 他们不是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才要回来 只是他们想换领域 也许是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当时也许没有选到电机 他可能选到了其他领域 那结果他们都回到大学生活觉得非常的开心 甚至还去修通试课相信吗 课已经够重了 结果他明明就不需要修那么多空试课 他竟然去修通试 只是他没去修体育这样子 所以重点在于你的心态 还有重点在于你的动机 那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话 我相信课是可以 他是循序渐进 他是有一套系统的 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 拿去补救就可以了 好 那两边 如果现场都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报名时候收集到的提问 第一个是说 老师并未参与写作 却能挂第一作者合理吗 我相信这位提问的人 一定看到一些觉得他不公不义的地方 关于这个我做了一点点的功课 我可以等一下再分享给大家 那第二个是说 如何管理一个好的实验室 如何发现一个学生在实验室的角色跟价值 其实刚才徐老师已经讲了 会演说的 会写作文的 会什么的 会有时候有人统计很强 然后有的人是这个绘图很棒等等的 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跟价值 当然他的其他的 这个基本的能力还是要到一个程度 然后他再去在上面继续发挥他的角色跟价值 那关于实验室的管理的部分 你都怎么样管理你的实验室 是点名吗 像我是放牛吃草 我是社会科学 那个你不来找我 我就不找你 所以有的人很快就可以准时毕业 有人就给我拖非常久 这样 不过我还有大地址去管他们 这样 他们还是定期的议题 他们都愿意跟学姐讲 不愿意跟我讲 这样子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刚刚就周富讲到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说 我们有规定几点来几点走什么这样 我的实验室没有规定 然后通常就是 第一个到实验室就是老师本人 就自己开门进去这样 然后都是按着 我其实觉得说这个管理实验室真的是一个艺术 那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也请老师们大家 或许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就是我自己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有很重要一点 是我们遇到的其实都是大人了 就是尤其是说是研究生的结论 他们其实都大学毕业了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老师们 好像把他们当了太小的孩子了 所以我们家的学生 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大人 一来我就讲清楚 你今天就是来这里 这是你自主的决定 好 那所以我不需要规定 你几点要到实验室 只要你自己在安全范围内 你想要几点走 我也不会特别去干涉你 但是自己要注意的是说 第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是说你自己的进度上面 你必须要有所掌握 这个反而是我觉得 对我们目前来讲 比我严格去规定它 早八晚五还是 几点钟要进来几点钟才要走 其实他们工作的效率上面 反而好一点 这是我个人目前 管理上面在施行的方式 因为我们资讯领域 这个真的是很自由 不过原则上就跟刚刚前面老师 就是责任制 因为有一天晚上 大概好像十一二点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想要跟一个同学讲一下 结果没想到同学就说 我们这边五个同学都可以来参加 就是说我们的同学 大概时间就很不一样 所以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他们都是晚上 都可以做很晚 白天的时候都看不到 我也不太去管他们 原则上就是说 反正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做好 所以我这个可能答案不够漂亮 我们这边晚上 其实很多的管设是灯火通明的 而不是他们在浪费电 是真的很多是在里面 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老师 他是晚上七点开始议会之类的 就是配合学生的做起时间 不过我要提醒这些老师 你meeting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助理 那个有家类的助理 这个会有劳基法的问题 这个 所以要小心这件事情 我们电机也差不多都是 就是蛮自由的 所以我实验室 基本上我是不会去查勤 因为我觉得查勤 他们就会做表面工作给我看 所以我是不会去查 那通常就是中午之前 是不会有学生出现 那到晚上的话 有一次跟美国那边开会 凌晨两三点来 就我就看到我学生 那学生看到我也吓一跳 所以我才知道说 他们也搞到三四点还没走人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他们的作息跟我作息不太一样 那我顾白天 他们顾晚上就对 我自己还蛮特别 是因为我是Dry Lab 我没有真正的一个实验室 因为我们的学生 他各自的研究场域 都是在他工作的地方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如果要加入我的团队 一定是跟我的研究主题 或是研究方法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就讲好 一学年他可以请假两次 我们没有固定的Live Meeting的时间 但我会跟他们讲说 我们要一学期可以请假两次 因为人都有一些情况 那我们怎么决定 我们Live Meeting的时间 就是一个月会一次 那学生自己决定 那我的学生刚刚说 很多都是在职的 所以白天都在上班 那护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很多都是结婚 然后有小孩的 所以就是时间完全都是学生来处理 所以我们大概很多都是7点8点 我们才开始Live Meeting 然后每个人只有5分钟 讲太多老师也听不完 或是其他的同学会觉得 太久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一个人5分钟 他报告一下他的研究的进度 然后还有重点 然后我觉得他的效果比一对一更好 因为他会在意 他在其他同学前面的一些表现 那我想这个事前说清楚 讲明白 然后时间弹性 那也很感谢 Covid之后 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我们都是用线上的 那因为方便时间弹性 所以学生他们的参与意愿 也非常的高 再加上当初要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一年大概两次的机会 那当然他要多请假也是OK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个commitment 老师也都来了 那学生他们就会更觉得说 他们也应该要上线 那他们就自动自发 会有主持人 会有计时的人 那一个人就是5分钟 所以他们也觉得负担不会很重 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次的座谈 我有分享过 那也许可以再说一次 我也是在志工系 那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也是 还蛮自由的 就是不会特别去管学生的一些作息 都还蛮人性化的管理这样 那只是我们偶尔也要很贴心的 我自己觉得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此我在实验室就放了一张床 让学生可以使用 这样好像会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就是说同学们可能在晚上会工作的很晚 那这个有时候趴在桌上休息 不太方便什么的 所以这个要让同学可以有好一点的休息的空间 好 只要有一个好好的lab管理的制度 其实就还好 刚刚四位老师其实不管是自由的 还是比较稍微严格的 那个看起来就是有一个既定的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会让学生知道 学生在选择老师的时候 他大概都会打听过 然后他觉得他跟老师的这个频率和 或者说他能够配合这种 譬如说晚上meeting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只要大家比较说清楚 然后尊重彼此 然后给某种程度的自由度 我想应该都还好 下面有一个问题是 实验数据失败了怎么办 刚才其实已经有谈到部分了嘛 对不对 就哭一哭两天 两天为限嘛 然后就赶快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当然就是失败其实不理想 这个其实还是科学研究的常态 这个谁说研究一定做出来 一定都是完美的 都符合你的预期 都符合假设 这个几乎不可能 所以很多的学生进入这个领域 会觉得常常 uncertainty 非常的高 然后做出来都差异很大 等等的 很怕被老师骂 其实我想只要一个实验室 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 这是一个常态 这个不太可能没有失败的经验 或者说真的出来不理想 然后或者说乱七八糟 你很难解释 这样子 不管如何 就是早一点开始做 以便给自己一点多的空间跟时间 说不定还可以重新的检视 重新的设定等等的话 这样就会比较兼顾研究诚信 就是说不要到了 马上明天就要交这个结果了 马上就下礼拜说一定要毕业了 只要前面给多一点时间 通常都还好 有发现一点点不对劲的地方 赶快问 赶快纠正 这个也可以在前面就处理掉一些问题 不要一直错下去 因为他说实验数据 我觉得我好像要回答 就是在实验数据上面的话 我真的觉得就像刚刚周富提到 其实它是一个实验室文化 你刚开始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老师能够提供一个实验室的文化 让学生觉得说 在这里你的实验失败是可以被容许的 然后是知道说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然后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然后你的实验室的老师跟你的伙伴们 其实大家会陪着你一起走过这一段路 你跌倒的地方 他们可能也曾经在那边跌倒过 或者是那个坑坑巴巴的这些小细节 他也知道 所以我倒觉得说 就是要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实验室的考取 让他们大家互相可以去检视数据 然后我们也要尽量鼓励同学们 就是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真的就是看着那个数据说话 然后大家要能够互相接受这个批评 那我觉得这个训练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大概就已经在帮助学生 到后来他去兼顾他的学术诚信 跟他的论述说服力的时候 就是一个练习 这个是我一点点的看法 谢谢 我大概知道问这一题的理念 我们曾经在台湾学术论理教育资源中心 作为一个小小的动画 就是一个情境 就是那个lab是很那种封闭式的 就说互相不帮忙 上下交真例 然后学长学姐 同学之间都不帮忙的 那然后老师很凶 每一次的meeting 每一个礼拜meeting 如果你做得不够好 老师就破头大骂 就把你的论文甩在地上之类的 所以后来学生就很害怕 那有一个学生 他就一直做不出来 然后到了看到同学 有的被称赞 有的被骂 然后他第二天早上 比如说九点要报告了 然后现在两点钟 越黑风高 他就是做不出来 然后他到处去问别人 没有人理他 那他怎么办 所以他就先想 我先活过去就好 我先制造一些data 那反正我明天活过去 我明天早上九点活过去就好了 这样 然后反正就是等到 我明天晚了以后 我再重新好好的来重量这个实验 等等等等 我们给的那个情境是说 结果他给的data通常都非常好 老师就觉得太棒了 然后就说来 我改天来跟你一起做实验 我们把这个做得更好 他就待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这是一个情境 就那个短片就结束了 问同学到底在哪一个团结 可以有什么不同的做法等等 这只是供大家参考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那个短片 所以我想问这一题 说不理想的实验数据 我们这样听起来就是 这是常理 真的是科学的 科学就是一个 self correcting的一个过程 所谓self correcting 就是我们做一个事情 做到目前为止的结论是这样 然后我们因为它不足不够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这个correcting可以说是 整个科学界 这个领域中 自己self correcting 也可以是某一个 同一个研究者 自己往前一直改 今日自我 打这个工作日自我 以不断的精进这样 所以这个不理想 或者做不出来等等的话 或者说不如预期 其实还蛮常见的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 还是看到登出来的 其实我们看到 那个期刊论文 登出来的之前 前面可能失败过非常非常的多 或者说即便是投稿了 也可能在中间被刊登的 也没有被刊登出来 也蛮多的这样 好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是 受伦已经注明出处 直接贴上撰写计划图 可以跟学生共用吗 这题我个人有一点 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们可以原则性来讨论 刚才事实上陈老师已经讲了 就说贴图都 学生还甚至不住处处 他要花大概半年的时间 才教导学生说 你任何的东西都要研制有据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想针对这一题去做一点回应 其实这题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撰写计划绘制的图 可以给学生共用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我们现在大家开始 都在写国科会计划了 然后1月2号要教 教完了以后 你计划中你先生成的图 不管你是preliminary的result 还是因为这个 写研究计划书而出的图 然后就给学生拿去用 那说不定学生6月就毕业了 然后你的计划很顺利 获得这个补助 然后8月1号开始执行 到底是谁的 那个图就是第一次问世 就是在他的学位论文中 因为通常这个研究计划书 是不公开的 所以这个到底是谁超谁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issue这样子 那国科会有蛮多这样子的案例 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写计划书 然后学生写学生的 这个老师写老师 当然中间重复非常多 就老师1月2号投出去以后 然后8月1号才开始执行 可是学生事实上 已经把这个研究 某种程度做完了 6月就毕业了 那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还是想要对这个 有点什么样的回应 前半段答案应该是 是不是no 是不是 对 我觉得 不管是谁的贴图 注出出 应该 你不知道是直接贴上到哪里 简单讲就是 这张图是谁的 不管用在哪一个document里面 你就是要注出出 这就是一般的学术引注的方式 这个曾老师讲的是说 那可以直接贴上 是不是还是要取得 那个出版社的同意才可以 就是说你这个数据是一样 但是你是直接切 我了解 就是如果你是放在你的书 这个书是卖钱的话 通常你用的每一张图 你要么就重制 不然重制还是要注出出 不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图的话 通常是我们通常讲 reprint permission什么的话 如果你是放在你的书里面 放别人的图 那你真的要去跟出版社 要这个copyright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论文里的话 通常我们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那么严格说 你真的还要去跟什么 Springer那本书的作者 要出版 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不过我还是建议 建议那张图 如果能重画 想办法某种程度的示意去重画 然后写adaptive之类的 那张图 如果它真的是一张重要的图 然后你放在这可放可不放 你大不了就引用 引它就好了 就说它有一张架构图 那你就说哪里 让读者如果真的看到你的论文 然后觉得这张图很重要 他就直接回去看那一本论文就好了 就那张图不需要在这里再出现一次吗 不过我们对于学生的硕博士论文 通常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第一前半段 就是说可以直接贴上 这个就是一般的引柱 那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真的是比较需要小心 那第二段说 撰写计划绘制的图 可以跟学生共用吗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 学生用到你出来的图 不管是它是计划 还是在哪些未发表里面 它只要能够cite的话 其实就还好 你知道这个citation可以有非常多 至少在ABA 我们人文社会领域用的ABA格式 它里面什么都可以cite unpublished的什么东西都是可以cite的 连personal correspondence 就是个人通讯也是可以cite的 它都有cite的方法 所以只要讲清楚说明白 不要让人家就觉得 为什么有两个图出现在两个地方 这个只要讲清楚说明白 通常都还好 是 就是说清楚讲明白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反正就是不要让人家误以为 这不是你画的 你至少有讲清楚说 这个图是在哪边的 那我自己通常也会跟学生说 就是能自己画的就自己重画 除非是不行 因为像我们也会有一些标准的影像资料库 要做测试用的标准影像资料库 要放这个图 当然就可能都是照片 那就不太能够 它本来就不是画的 而是照片 这个就贴上 然后再加上清楚的一个标注 这样 要是一些什么系统流程图 能够自己重画的就重画 不过至少至少就是citation 清楚的标注出处 这是一定要做到 那我们很快来处理第一题 就是没有参与叫谁 有这个privilege 就拍了几页头影片 请看这个authorship 这是我常演讲中间的一部分 谁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成果的贡献者 一般学术的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现在 这边都有很多的规范 这个举世统一的呢 就是说作者是要对该研究 就具有省著知识贡献的人 就是substantial的contribution 这样 那但是简单的原则就是 该列就列 不该列就不列 因为这个牵手到个人的 研究的绩效跟信誉 而且现在大家就是共荣共辱 那如果真的那篇文章很好 大家在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大家都站在上面 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万一出了状况的时候 你不能说 这个不是我干的 也许责任是可以分 比如说哪里data是错的或是假的 但是这个荣辱是与共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国际上有非常多学会 大家给各个科普一下 这个在物理学界 共同作者是最多的 最多是五千多位作者 同一篇文章就是那个CERN的那个 例子对撞那个 那那个五千多篇 他们的领域中是非常喜欢 一两千人共同作者 然后那篇文章才33页 其中24页是列作者 只有9页是本文 还包含图跟reference 那最近2020年是会被打破了 有一篇跟COVID-19有关的 是一万五千多位作者 打破了今世世界纪录 所以作者还是作者吗 因为那篇文章没有一万五千多次 所以一个人分不到写了一个字 所以现在这个叫contributor 我们现在author这件事情 大家叫contributor 这个大家都引ICMJ1的 它这边有汉跟汉货这种 要看一下 就是有构想执行等等 然后这个有具体贡献 然后汉有撰写手稿 这个或针对手稿产生有修改 然后还有汉就是说 你最初投出去之前要订稿 然后最后还要对那个部分的负责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 那IEEE的这个 ethical requirement 这也是我特别把那个汉都标出来 就是对理论系统实验 原型设计汉货 这个论文中资料有分析检证 有重大贡献的 然后有实际撰写的人 然后有检释的人 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不见是一定是实际写的那个人 这个不是著作权这样 那最后要检查这个版本 大家都要同意 那APA我刚刚讲的 不一定是实际写作的人 他可以是其他 有很多很多的贡献的人 那其他没有的话 你可以列在 譬如说他这边有讲 你建构实验 收集 就帮去杀老鼠 或者是路上拦路人 来填问卷 然后还要写成电脑程式 然后等等的 这种不足以成为作者的 就把它放在 那个knowledge门里面 那然后如果多做几个 他又杀老鼠 又发问卷 然后又写了电脑程式 等等的话 很多多重工作 你可能要把它放在 作者里面 那最后我就做中整 就说这个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连更动跟删除 都要非常的小心 就不要轻易地加作者 然后一定要讨论 刚才吴老师已经讲了 他们都是有说的 先说好 这样子 然后都讨论 刚刚徐老师也有说 corresponding author尤其重要 那然后呢 不足以成为作者 就放在大家局门里面 然后有共同完成的话 建议投稿的时候 如果那个期刊呢 它需要你写 每一个人贡献处的话 譬如说nature size 它现在都要你注明 你在做哪个部分 你要写好 如果那个期刊没有要求 我是建议出去的时候 大家一起坐下来 然后把那个分工 跟你的排序 最好把它书写 用白紫黑字写下来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面免以后的争议 我遇到的一个状况是这样 他投到一个很好的期刊 那个期刊里面 的确是需要写 谁做什么事 有四个作者就各写 用缩写 谁 什么CC做了什么 这个CE 什么 这个名字 反正就这样做 结果呢 有一个人拿去升等 升等的时候 他就要写那个 升等的共同著作 那要分工的时候 他写他占了60% 其他三个人只有40% 然后呢 而且他写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他做的 然后其他那三个人 没做什么事情 后来被那个外省文员说 你这张分工表 跟你后面文章 后面那个分工 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叫学论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学论哪一个问题呢 著作共同作者 登载不实 这个真的要 非常的小心 这样子 因为这篇文章 又被人家拿去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在那个状况下 那个人又宣称 他有60% 其他33个人 又变成40% 然后还有一种状况 是老师拿学生的硕士论文 改成一本期刊论文 中文改中文 然后老师把这本期刊论文 都有啊 学生有列名作者 所以符合教育部 那个学生论文 全部或部分 作为其他发表者 学生因为作者 老师生一起挂名 那个期刊 结果那个期刊呢 最后老师拿来 升等的时候 当代表作 老师占70%的贡献度 学生占30% 学生也签了命 然后又被挑出来说 为什么学生的论文 直接这样改出来的期刊 变成你有70%贡献度 学生只有30% 学生说他愿意啊 因为老师要升等 那如果这本硕士论文 老师占70%的贡献度 学生只有30% 那他为什么可以毕业 是你帮他写的吗 所以这个就先 只要其他的学论问题 这个真的要很小心 然后那个还有 不能有些什么课作 荣誉 我后来才发现 在很多的医学期刊里面 是single blind的 它不是double blind 所以如果挂一个大咖 其实是有帮助的 有时候是有帮助的 难怪他们就会有 什么客座 荣誉 挂一个大佬 这样子的 但是也可能会有幽灵 就是他该挂也没挂 这种 这种反正现在 都要很小心 很小心 那人家如果来邀请你说 他已经写好了 叫你帮忙挂名 你不要觉得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可能是炸弹 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地答应 这个里面出什么状况 不管是捏造的 变造的 或者里面文字超来的 你如果没有办法 能力判断的话 最好不要轻易答应 这样子 好 这是我的一点点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有没有 语谈人有没有要补充的 今天的主轴 主要还是在 学生的学位论文 然后计划跟这个期刊的 诚信实践 那因此就是在回归 就一开始讲的 那我们就是说清楚 讲明白 把一切贡献是从那边出来的 那大家的贡献是怎么样 都清清楚地罗列出来 那我们的计划书也是 给 reviewer看的时候 我们都有清楚地呈现 然后在论文口试的时候 口试委员也都非常的清楚 那这样的话就会 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好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四位 和语谈的老师 我也从你们这里学到了非常多 希望两边在场的老师同学 都今天都有点收获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其实学术伦理研究成型办公室 是接受咨询的 我们不仅接受校内师生的咨询 我们还是来接受校外的咨询 所以就如果你还有个别的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好那再次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座谈会 就到此结束